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天 讲述的就是两个彼此相恋的人 资了十几年好朋友之后 最终兜兜转转在一起的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 前几年也大火的台湾电视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 正如程又欣和李大人一样 真正相爱的人 又怎能只忍得住做朋友呢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叫艾玛 他一直暗恋的男主角叫德克斯特 他们成为朋友是在毕业典礼之后 认识并开始的 德克斯特是一个花花公子 他见到艾玛时 还不知道这个姑娘已经暗恋了他许久 他只当他又是一个新认识的妹子 所以理所当然的把他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想做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艾玛非常的紧张 正在气氛刚好时 他借口去了趟厕所 默默的给自己打气 可当他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 德克斯特却觉得坏了性质 正在穿衣服 艾玛解释到他没有多少经验 德克斯特觉得艾玛非常的与众不同 于是对艾玛说 或许我们也可以只做朋友 艾玛同意了 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了 他们漫长的相爱 却又不说出口的旅程 电影采用的是用年份来讲述故事的 每一年他们都互相在自己的世界里活着 德克斯特依然风流成性 身边换着不同的女孩 他成了节目主持人 可是他主持的节目 都是属于低俗的类型 口碑并不太好 而梦想着要成为作家的艾玛 为了生存 不得不暂时放下他的梦想 在一家餐厅里工作 两个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有着不同的追求的人 约定着每年的7月15日见一次面 每次见面 两个人开着彼此的玩笑 诉说着自己最近的状况 可是每次的见面 严而艾玛更加知道 他还是喜欢着德克斯特 因为每次看到德克斯特 调戏其他的女孩子 艾玛就会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难受 后来德克斯特有了固定的女朋友 艾玛应该也觉得和德克斯特没有可能了 于是他也试着接受了一个爱自己的男人 随着时光的流逝 德克斯特慢慢的成熟 他的事业也面临了平静 妈妈也去世了 当他特别难过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艾玛 可是这时艾玛身边已经有人了 印象最深的是 他们1996年7月15日 前面的那一次 德克斯特明明很想念艾玛 却用话伤害了他 两个人不欢而散 艾玛最后和德克斯特说 我很爱你 只是我不再喜欢你了 又过了几年 德克斯特结了婚 有了孩子 可是他的妻子却背叛了他 而艾玛事业蒸蒸日上 成了出名的作家 德克斯特离婚之后 去到艾玛所在的城市 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知道他爱他 可是这时候的艾玛 却已经有了男朋友 但是当艾玛见到他的年一刻 心却动摇了 最终他听从了自己的心 和德克斯特结了婚 可是幸福的时光 早是那样短暂 在结婚第三年的时候 艾玛出车祸去世了 十几年的相识 只换来了三年的幸福时光 影片最后 德克斯特一直回忆着 他和艾玛之前的种种 我想在他的回忆中 或许更多的是遗憾吧 如果两个人早点在一起多好呢 那样就可以在彼此的人生中 留下更多的足迹 两个人相爱本来就不容易 如果可以少一些顾虑 听从自己的心 或许就可以握住更多的幸福 不要等到想爱的时候 却已经没有机会爱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